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会出现异常的高热 还会有大量的眼泥分泌物 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狗狗还会出现抽搐 口吐白沫等神经症状 犬纹和细小主要都是感染免疫未完全的幼顶犬 而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所以强烈建议主人在狗狗没有免疫完全之前 尽量不要带狗狗外出和洗澡 以免增加狗狗感染传染病的风险 狗狗感染犬温或细小之后 需要严格进行隔离 并积极进行治疗 细小一般不会有严重的后遗症 而犬温即使治愈 可能也会保留部分的神经症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